都是還在隔斜搔養 不是這些戰犯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的競選主軸跟民意離開太遠了 你不知道這次地方選舉 有人假如說 哎呦 二零二世代會 帶鐘擺在盪回來 我說不可能 因為假設說台灣選舉跟過去 這次給你證明 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對 這次看起來 真的是整個大海嘯席捲了綠銀 讓綠銀痛失300萬票 那以至於這次的結果 真的讓很多人跌破眼鏡 所以我們如果來看 國民黨真的是贏很多嗎 還是只是基本盤呢 我們看到光在台北市的部分 蔣萬安是57萬票 陳時聰43萬票 黃珊珊34萬票 所以蔣萬安期的得票 其實跟過去國民黨的基本盤 是相差無幾 也沒有比較高啊 名譽怎麼看台北市的部分 陳時聰為什麼會輸呢 輸在藍營成功操作仇混值嗎 用仇混值把陳時聰給困住了嗎 確實啦 而且還有這個黃珊珊 黃珊珊其實你看他的得票 他並沒有被棄保 他34萬其實是真的是蠻強的 拿很高的 但是陳時聰竟然比上次李應援的 那個大家會認為說 如果說在台北市的選舉 對 大家還是會類比李應援的 得票率35% 陳時聰竟然比李應援還要低 所以這很不可思議 當然就是其中還有一些原因 包括黃珊珊這次出來 我們就已經嚴正的 在選前就嚴正的警告過了 年輕選票絕對會流失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一開始談的 那個低投票率 剛剛就是我有一個這個同學 他在大學任教 他有去做統計 他們頒50個大學生 就四個回去投票 所以這次根本連選前 就是說只差你這一票 要回去投票 感覺就是說 你這個什麼大學生返鄉都沒有 你就覺得說這次的選情 真的非常 年輕人沒有動力 對 都非常的冷 那再加上說 這個在野黨一直操作這種仇恨值 仇恨值 就是我認為說 包括這個年輕的選票 就是很多都流向了黃珊珊這邊 那事實上當然就是說 選舉完了之後 還是很多人開始檢討 秋後算上 然後包括就是說 今天這兩天 這個是大的新聞 像鄭運鵬有沒有 帶著他的兒子出來 卸票了有沒有 結果新聞整個歪樓 大家都說鄭運鵬兒子 怎麼這麼帥 兒子太帥 他兒子超帥 超像韓星的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說 鄭運鵬你早點叫你兒子出來 打兒子牌 你變成國民公公 小孩一直高中而已 你至少可以加好幾票 不過這個是當然 你就是敗選會有很多的檢討原因 那鄭運鵬自己有講 他身邊的助理就是說 事實上他的兒子 他們早就從2019年一直講到2022年 都一直說他希望可以打兒子牌 至少你看這次里長有沒有 很多都是什麼陳子瑜 還有什麼十大美女 好多喔 里長這次也請問 帥哥美女很多 這事實上顏值是不是對於選情 還是有一些加分嘛 那那個鄭運鵬就還蠻語重心長講說 他說他從來勝選的時候 他都不打家人牌 因為他覺得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發展 包括他的老婆也是 就是還是要尊重家人的隱私 但是因為這次敗選 所以他讓他兒子來看一下民主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番話 確實蠻令人感動 但是如果講到桃園之外 還有人 我覺得這個就是敗選的檢討 這當然有些歪樓 可是真正要算帳的來了 要來算什麼帳 基隆 基隆大家不要忘記 謝國良有沒有 對說送GOGORO 馬上跳票 對 免費提 就選前他開的證件 免費提供就業青年 5萬台的GOGORO電動機車 當然他有附一個同等級 哇這個大家眼睛亮起來 做不到不連任 結果你知道他當選了之後呢 很多的這個基隆市民就開始敲完了 我要GOGORO 我要GOGORO 而且今天還有那個 我看很多的 重點是謝國良是不是開始設條件了 所以要符合什麼樣條件 才能夠得到這個 你要做愛心 做公益到一定的時數 而且呢 現在也不是GOGORO 要同等級 那所以街由很多的這個鄉民就說呢 如果是雜牌的 那是不是要開始啟動罷免 還有當然最重要 你的裁員到底在哪裡 因為呢 大家就估算 如果一台GOGORO 大概八九萬嘛 你四年至少要十五億 十五億 那今天呢 那個我們交通部長王國財 就已經說了 他說交通部啊 只會針對大眾運輸 像是什麼公車啦 捷運啊 你會進行補助 但是對於這種私人的這種運聚啊 是沒有補助計畫 所以代表說 他根本就中央不會補助你的 那這個裁員你要怎麼來 所以他當然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有信心 他說我會去找葉匡石啊 來擔任我採購小組的召集人啊 他說絕對會自己在一百一十三年 會編出這個預算來 那當然還有網友很酸啦 說你是不是要找二姓來出錢啊 那你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說 你開了這個政見 所以從第一天 大家就開始檢視 甚至我還有很多朋友 就開始號召大家說 是不是現在要先搬去基隆啊 領著狗狗狗狗再走 所以就是說你剛選了之後 你兌現人民的承諾 大家都在看 對 因為這個選前 你這個所謂的政見支票 隨便開的結果 現在選民就要你兌現 如果沒有兌現的結果 選民會對你做出什麼樣 到底後續會如何發展 恐怕這些剛當選的縣市長 會很頭痛 正好怎麼看這次的 所謂的縣市長 對於綠營的大海嘯 那對於藍營來講 就真的是所謂的 得到民眾的支持嗎 還是幾次根本就是 藍營的基本盤 還在支持而已 我先講 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先要問民進黨少了多少票 第二個問這些票是哪些族群 第三個為什麼不出來投票 這三個問題都回答完 然後民進黨才可以解釋完 也可以順便解釋 國民黨到底在這次選的好不好 大家都打這個 蔡英文拿八百多萬 八百八百一十幾萬票 來對比少了三百萬票 可是我覺得這對比 是有點這個太過膨脹 因為總統的選舉 跟地方首長選舉的 投票率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應該拿什麼 我給大家講三個數據 2014 2018跟2022 這三屆縣市長 全國的民進黨總得票 來去做比較 我講結論 民進黨少了一百零九萬票 那一百零九萬票哪裡來的 2014年民進黨拿五百八十三萬票 那時候是太陽花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民進黨的天花板 那時候太陽花 民進黨席捲整個地方 鄭文燦 包含這個新竹 包含基隆 都在那一次藍天變綠地 所以2014年五百八十三萬票的時候 你可以視為是民進黨最好狀況 2018年的時候 寒流來襲 民進黨狀況不好 上一屆民進黨拿四百八十九萬票 掉了非常多縣市 我們都以為這個時候 包含新北 新北這個民進黨沒有拿下來 包含台中 林佳龍不幸落選 我們都以為2018年的四百八十九萬票 已經是民進黨的地板 可是這次是破盤再破盤 這次民進黨拿四百七十四萬票 所以呢 你從2014年台灣花了五百八十三萬票 到2022年的四百七十四萬票 民進黨少了一百零九萬票 這個東西就是很明確 同等級的那一筆 民進黨少了一百零九萬票 解答我第一個問題 民進黨少了多少票 第二個問題 這一百零九萬票是哪些族曲 以及他們為什麼不出來投票 原因很簡單 現在在談這一百零九萬票 我一直觀察到 在太陽花血運之後 有一群 剛剛講年輕人 或講說什麼 什麼剛出社 其實都不清楚 我認為他們是五黨籍的本土派 或是五黨籍的台派 他們在民進黨跟國民黨 兩個政黨去做選擇的時候 一定不會投國民黨 可是他們也沒有義務要投民進黨 這些人 他們是在 包含我在內 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念的是大中國的地理 包含中央科 可能大家都是 我們畫中國的地圖 鐵路 河道 水 湖泊 審慧 畫得比台灣還熟 可是這十年 十五年 台灣意識崛起 習近平越走越歪樓 看到香港一國兩制 看到新疆 看到西藏 發現說我們應該支持台灣本土一世 可是這些人沒有一定要投民進黨 他們會去看 到底整體的因素來說 我可能不投票 但我打死不會投給國民黨 所以回到第三個議題 為什麼不出來投票 我認為周江哥講到重點 疫情這些東西 我談大方向 魯迅講一句話 在這一次中 我認為大家可以參考 魯迅說 人的悲歡並不相通 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什麼意思 人的悲歡不相通 就是你的喜悅 跟我的悲痛 是兩回事 你不可以拿你的喜悅 安慰我的悲痛 先講 剛剛周江哥不斷講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經濟受到影響部分 大家還記得 民進黨到選戰後期的時候 怎麼處理經濟這件事 說我們的GDP超越日韓 對不對 他是用這件事情 來處理這個經濟受影響事情 可是問題是 GDP超越日韓 跟那些計程車司機 餐飲業 旅行業 觀光業 開公車 開遊覽車 這些人 跟他們有關係嗎 對他們來說 最現實 他們感受不到 對 因為你的寬 跟我的悲 並不相通 因為他們去年三個月 最明顯 計程車司機收入是零 他們原本可能賺五萬 兩萬塊繳房貸 一萬塊繳學費 你一萬塊生活費 另外一萬塊是雜資 一拜一拜剛剛好嘛 可是去年三個月的時候 他就是每一個月都要跟七百塊有借錢嘛 可能房租腳步在被趕出去跟朋友住嘛 所以我在講人的悲歡不相通 還有一個例子 死亡人數 因為這個疫情 有一萬多人不幸往生 我當然覺得國民黨操作真的很遏制 國民黨說 陳忠是筷子手 殺了一萬多人 才在萬人屍體上面去選舉 可是民進黨在處理這個議題怎麼處理 依照歐洲的死亡率 拉到台灣 台灣死亡七萬人 所以陳忠應該救了六萬人 我相信包含大家 包含我在內 包含電視機 對這論述都有印象 可是這個論述 說服得了我 可是說服不了那一萬個家庭 也說服不了那一萬個家庭的朋友 親人等等 所以我要談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一次 他當然是執政的包袱 在這樣的大風向之下 我一個跟他講 日本調了兩個首相 安倍跟菅義偉 那個英國調了兩個首相 波羅斯雄森跟特拉斯 美國的拜登其中選舉也選不好 在這種大氛圍之下 執政黨這個包袱 本來就很沉重 但民進黨這麼沉重的包袱的時候 民進黨我認為兩個錯誤 戰術上的錯誤 戰略上是大包袱很重 戰術上的錯誤是一個 用理性來解決感性問題 就是我講悲歡並不相通 你用論述說死亡率 其實我們死 期望現在才死一萬 我們算運氣好的 那一萬人聽不下去 對於那一萬人來說 死亡率就是百分之百 他的爸爸 更糟糕的是那個被拿來操作 對 那國民黨當然拿來操作 整件事情 民進黨少這109萬票的核心 就是悲歡並不相通 最後回答 國民黨到底選得好不好 國民黨沒有選好 國民黨2014年拿499萬票 這沒關係 國民黨本來就是那時候 國民黨不利 2018年國民黨拿610萬票 寒流 2022年國民黨拿570萬票 少40萬票 國民黨沒有選得比2018年好 是民進黨選得比2018差 所以國民黨沒有選好 這一塊 所以我們之前就會說 這個藍綠基本盤 對決的結果是綠贏輸了 對 還有一個蔣萬安 其實選得沒好 大家覺得蔣萬很強對不對 我跟他講蔣萬真是拿575990票對不對 跟丁守中一樣 對 丁守中拿577096票 蔣萬只多1000票 對蔣萬沒有選比較好 沒有選比較好 對 那連勝委拿60萬票 換句話說60萬 55萬到60萬 就是國民黨在這邊的地板 對 可是蔣萬在這個地板上 並沒有往下增加 當然跟連勝委比有點不中肯 因為連勝委是一對一 對 可是丁守中當時的狀況 就是藍的國民黨 白的民眾黨 綠的民進黨 這三個一起做殺卡度 這一次 就是蔣萬沒有選得比丁守中 如果當時你覺得丁守中很弱 你現在不要覺得蔣萬強 但是這次因為陳松關係 那個所謂的執政包袱 最大的包袱是陳時中扛 所以他一開始在台北市選舉 第一天就等於背了20公斤的沙袋 再跟蔣萬去做賽跑 對 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很難很難 要請教演會 那現在外界也要在關注 這個高桓安進竹新竹市府之後 會不會如同他過去 他的辦公室的作風一樣 特別是他涉攤的結果 現在司法要追溯了 也要調查了 有可能是從他自然變成真治案 那特別是外界也關注 新竹市府是不是有可能成為 柯P前進2024的一個最大基地 自從高桓安那天晚上當選之後 當然這些話題在地方上就開始發酵 越來越多人討論 那這兩天其實地方記者都跟我聊天 大家對於今年這一次新竹市的選舉結果 其實都是覺得已經超越了 顛覆了原本的三觀 已經超出了原本對新竹政治版圖的理解 不知道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出來 當然在選前就像剛剛鄭浩說的 就是媒體非常大篇幅的關注新竹市 但我不覺得這個是黨中央的操作 我覺得這也不是說什麼選戰主軸 偏到新竹市 而是說高桓安這個人 他本身的故事性 這個張力 就他都一樣的 話題性太高了 對話題性 大家越看越誇張 對大家都覺得 哇這個戲怎麼會演成這樣子 然後大家全部的媒體焦點都跑到新竹市來 其實對新竹市來講 也是難以承受之重 我們在選前一兩個禮拜 其實在地方上 我就陸陸續聽到一些比較可能是中產階級 或者是中間選民這樣子的 這個知識選票 他們已經覺得有點太膩了 不想去投票了 就是已經被吵到說 這一次已經高度的政治化 然後高度的口水 高度的話題 已經在這個兩邊這樣子互相強度的 那麼高強度的攻擊之下 已經分不清楚 他們也沒有那麼大的力氣跟時間去檢驗說 到底你們講的哪一句是真的 哪一句是假的 索性乾脆算了 全部都不要投好了 那剛剛其實正好有提到說 這個民進黨在2014年 那時候選的最好太陽花 然後到今年其實就是越來越 這個得票數有下降 但其實仔細看了 其實我們跟2018年 其實選票的數字是差不多的 我剛聽了一下 2018年489萬票 那今年是474萬票 雖然差一點點少一點點 但是因為今年投票率更低 對 選票少很多 對 我們的選票其實是跟2014年比是少很多 但是跟2018年比 其實沒有少太多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剛剛實際節有講的 就是那選戰整個主軸 確實這一次民進黨選戰主軸 可能沒有那麼的強烈 那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大前提是 在野黨其實很有意識的 在大概選舉的半年到一年前 就開始操作仇恨民進黨這件事情 我們在選前大概半年前的多項民調 每次來去檢驗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通力 就變成是說 幾乎每個縣市的盤開出來 你對民進黨的仇恨值都是最高的 我們的民調的結果 只要有問到這一題的 好多個縣市其實對民進黨的反感度 都是很高的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是 在很早以前就有被操作出來 那時候民進黨回應才太薄 那他就開始醞釀 但是你要想 作為一個執政黨來說 如果說在野黨他操作仇恨值 他要來反執政黨 那執政黨當然 我們是一個負責任 然後穩重要帶領人民向前走的政黨 我們不可能用 同樣的仇恨值的方式 來去反操作 我們當然就是一直講一些正面的 宣傳說我們自己的政績 那確實我們的政績 其實在很多縣市都是五星級 受到肯定的 在當時也受到很多媒體雜誌的評比的 肯定也受到當地的 選民市民的肯定 但是就像剛剛正好講的 或許這些政績是不是共感的 譬如說新竹市做得很好 台北市民可能沒有感覺啊 台北市民進黨支持者他不了解啊 那桃園做得很好 可能在台中的 他也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我們在政績的這種共感度上 可能很難串聯在起來 可是在仇恨的這個部分 是很容易全部串起來的 你看2018年的時候的大主題 在野黨大主題是韓流嘛 那整個星期就變成一個大主軸 那2020年主軸就是下降 民進黨啊 我坦白講就是仇恨民進黨 我覺得新竹市也是被這個打敗的 否則的話 新竹市其實高鴻安市長 他的人設是真的是已經完蛋了 但是到最後大家投給他的原因 並不是說他的人設 他是一個這麼樣有爭議 可能會被抓去觀有司法的 這樣子的問題的人 我們還選他當市長 而是說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下降民進黨再說 我們看這新竹市的選票 現在結果高鴻安真的進駐新竹市府 現在新竹市府就要去面對這個市長 有可能後續一直要跑法院了 是啊 但是我們我們要很 我們要很謙卑的 就是這個是選民的決定 就像一句老生常談 對執政團隊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 雖然新竹市過去的政績這麼好 但是我們的選民好 還要更好 還希望能夠追求更大的進步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如果說真的你們覺得說高鴻安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拿到九萬八千票 還可以當市長的話 好 那我們也願意說 我們就是還是一樣 我們一定會在議會 因為新竹市這一次民進黨議員的成績 是選得非常好的 我們這一屆是六席 然後新的這一屆提名了八席 八席全部都全雷打不說 而且在五個選區裡面 有四個選區都是拿到第一高票 第二高票 這次要特別說明 民進黨的議員席 其實大幅增長的 對 在全國來講 總體也是成長的 比2018年也是成長的 可見選民其實並不是這麼樣的否定民進黨 對民進黨的人才 提出來的人才 還有對民進黨的表現 基本上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信賴 只是說最後受到這個整個氛圍 大環境的氛圍 還有整體的 我覺得選戰主軸的操作的影響 確實是有差 來 請教近平議員 這次你也是高票連任 怎麼看這一次的選舉 對於藍營來講 真的是獲得 所謂的全台灣人民的支持跟認同嗎 操作這個仇恨值啊 這個是執政黨永遠的包袱 不管誰執政 國民黨執政也一定會碰到這種情況 2014年的時候 國民黨也是這樣一個仇恨的執政 濒臨這個臨界點 操作到最高 所以國民黨在2014 2016 如同政治大海啸般的 這個潮水般的這樣來襲 所以包括現在在疫情當中 世界各國的一個執政黨 都會變成在野黨 還有媒體群起攻擊的標靶跟對象 那民進黨在這個執政黨當時 這個被講說啊 執政那個疫情有問題或是幹嘛的 雖然他不斷提出一些縮帖或怎麼樣 但是發生太多的事情跟新聞事件 以及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有一些不管是側翼也好 或者是名人 想要去幫一些這個主要的選戰主角的時候 會往往成為幫倒忙 那幫倒忙的結果呢 包括在廣告 包括在那個新聞的表現上 和反應上 和議題的攻防上 一幫倒忙 他就會開始失分 失分失血 年輕人就會倒胃口 所以其實 我自己也問一些年輕人 包括我自己小孩 他們在學校大學生聽到的感覺 他們說大學生現在年輕人 裡面的想法就是下架民進黨 這五個字 但我覺得你們藍軍真的操作非常成功啦 因為真的是 即使那種綠營方面回應 真的是也顯得很 薄弱很蒼白 攻擊非常成功 以前藍營在執政 國民黨的執政也是一樣 你很難去無力去扭轉 這樣的一個刻板印象 與其說藍軍成功 還不如說這個負面印象 這個標籤貼在這個 民眾和年輕人 和中間選民的這兩年三年 你在選舉的時候才要去撕下來 已經來不及了 違乎了 選舉是加深對他的這個 既定的不滿 然後再加上零星的衝突 跟那個議題的攻防 和有些側翼或是網路的一些名人 或是一些幫到忙的這種情況 會讓大家更覺得一笑大方 然後只會讓這種選戰的主角 完全失了他的焦點 然後他變成要去回應的時候 他要去講他的政策的時候 就變成講不清 講萬安的得票率是台北市藍營 歷屆以來得票率第五名 你看四十二點二九 但是其實當時 沒有比之前高啦 拿的票 對他是比那個2018年跟2014年的 這個連勝文丁守中得票率 我說就得票率 得票數比他少 但是得票率丁守中是四十點八二 連勝文也是四十點八二 所以在選前我就說四十點八二 是講萬安的魔咒 你能夠過四十點八二 一定當選 你如果不能過四十點八二 你鐵定就是狗熊 你就是不能落選 你再怎麼樣打什麼血統牌 打什麼打什麼 要深蹲幹嘛什麼 都沒用 你就是一頭狗熊 你就等著落選 但他就剛好過了四十點八 四十二點二九 那四十二的門檻 那雖然這個得票數低 得票率也低 比馬英九在2002年的這個 六十四點一 然後比2010年的好龍斌五十五點六四 比好龍斌在2006年的五十三點八一 1998年馬英九的五十一點一三 都還低 都還低 歷屆第五名 但你再看看陳時中 陳時中這一次三十一點九三 是比姚文智略高一點 等於是倒數第二 所以當國民黨選得不好看 選得低的時候 結果民進黨選得更低 就是說 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 哎呦 包括陳時中 他的這個投票率更低 讓支持者的召喚不出來 他的熱情出不來 激烈的那種反應出不來 就只有在他自己的 是恩律跟同溫層這種狀況 那以台北市來講 不管你說天龍國也好 或是中間選民 你看藍營也有不少的票 蔣萬安的票這麼低 因為流到了這個黃珊珊上面 當時其實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內部自己在評估 也是認為黃珊珊選高一點比較好 黃珊珊選越低 那個票都不會到蔣萬安身上 當時我們就認為說 黃珊珊只要拿票 得票超過二十萬甚至二十五萬 那幾乎蔣萬安就是步步為營就會穩超勝券 如果低於二十五萬甚至二十萬十幾萬 那這種棄保的狀況一發生 大家會覺得會票灌到蔣萬安身上 不會 那陳時中可能當選機率就高 林根人看那個結果選民就自動選擇拋棄了他 棄保嘛 所以就灌到了這個高紅安身上 所以林根人才會輸得那麼慘 棄保太誇張 國民黨在新竹市創新低耶 所以沒辦法選民自己他們已經 不管我們怎麼去呼喊怎麼去回應 我還是支持林根人的 但沒有辦法 民眾自己就會在投票的這個效應 和我們剛剛講的什麼下降民進黨 這些氛圍上 就讓這個林根人成為歷屆以來 新竹市長投票率最低的藍營候選人 但這種狀況呢 也是其實不出當時大家的這個 他是講說棄林根人保蔣萬安跟張善政 如果說你要這樣做這個聯想 我只能說 選戰的操作上 新竹市45萬的人口的這個一個 不是說六都 也不是說六都比他重要 而是說我們在整體全國縣市的佈局上 如果犧牲一個新竹市 然後你去換其他六都和金華克縣市 你就這個事後諸葛的戰略來算 這把這個算盤划算 拿了四都啊 台南高雄絕對拿不起來 連屏東都差一點掉了 翻轉過來 不是說差一點從民進黨手中拿罐 差一點點有效果 所以這不可謂說整個橫良戰線 你好像東部戰線西部戰線南部戰線 起碼西竹市的這個戰線 你沒有辦法去handle跟control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才會說 等於我覺得林根人很可惜 但沒有辦法 當初做了這樣一個決定和這個戰法 選戰走到後面 我們只有隨著這個趨勢和戰法去打下去 好這次的縣市長選舉 綠營大敗有很多的原因 當然藍軍是不是大勝 其實也是要再探討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這個所謂的勝利 但另一方面 我們說抗中保台的議題 對綠營來說失效了嗎 來 余將軍 因為我們也特別提到 國台辦也有回應 他說這是台灣民意 要求和平 是這樣子的這種結果嗎 當然不是 大家可以看 2018年 民進黨為什麼會跌入 第一次的低潮 然後民進黨怎麼樣回復起來 那當時我在2018年 為什麼民進黨完蛋 一定完蛋 怎麼樣扶起來 怎麼樣重新起來的 香港啊 反送中 然後抗中保台 真的是意外的受到效果 為什麼 因為其實即使是香港 大家的感受不會那麼深 即使香港被黑衣人鎮壓 台灣人不會覺得說 明天台灣真的會被打 有擔心 但是心裡想不可能 也不會 所以那時候用口號 抗中保台成功了 激起人家心中那一塊 對於香港人的同情 對於台灣民主的這種珍惜 喊出來了 可是這一次 2022年不一樣 他是烏克蘭 雖然離香港 跟香港跟台灣距離的超遠的 烏克蘭多遠啊 可是看到了留學 看到了戰爭 看到了真的要出人命了 看到俄羅斯 真的這麼無情的去打烏克蘭 所以大家聯想到中國 你知道嗎 中國真的會打我們 他不是紫老虎 不是喊一喊而已 而且又在裴洛西過後 那八顆飛彈 打到我們這邊來 大家真的怕了 那可是呢 執政黨的做法 繼續喊抗中保台 有沒有錯 沒錯 不但要喊 喊得更大聲 可是光是喊 作為呢 你有什麼抗中保台的作為 你有什麼反共 意志解放軍的作為 看來只有一個 就是增加疫情 增加疫情 解決不了國防問題啊 在做很多的 當過兵的 我是從事 兵員規劃的 兵員規劃很簡單 那請問這麼多兵來 你的武器在哪裡 好 有了武器 你的靶場在哪裡 你只有一個武器 沒有地方射擊 那拿一支空氣槍就好了 沒有地方打 然後這些一男 要進入軍中之後 有多少當過兵的 回來跟他講 哎呀 你們倒楣啦 要進去吃一年的大饅頭啦 那我們可以學習到 保衛國家的 保衛台灣的技能啊 學習不到 我當一年兵 打不到300發子彈 一年打不到300發子彈耶 你知道烏克蘭的 這些人民警衛隊 他一天就打超過450發 甚至500發 那你當一年兵 打不到300發 那為什麼要當一年兵 進去都在掃地啦 刷油漆啦 掃廁所啦 閱兵啦 然後做一些無聊的事 但是這個兵員場 被操作對選舉 剛好是最不利的 對 然後呢 剛好這個時候 那當然在野黨 對你會客氣啊 在野黨對你不會客氣的 馬上就講嘛 你看 就是因為民進黨 沒有把兩岸關係搞好 所以親年要上戰場 人家說沒有啊 不會上戰場 你看增加變一年啦 恢復變一年兵役啦 那種反感起來了 所以我問了很多的年 這段時間我去拜票 掃票 掃街 很多人跟我講說 將軍你加油 你很棒 我們要保衛台灣 可是怎麼保衛 怎麼保衛 增加一年兵役嗎 沒有啊 那我們這些兵在哪裡涉及 全桃園有多少靶場 不夠啊 三個營區 共用一個靶場 一個禮拜用不到一天 沒有一天 不到一天可以打 那一個營區有多少 五六個營欸 那怎麼打 這不能打 所以保衛台灣不能只是單一的 所謂的兵役延長啦 那真的是害死民進黨了 所以我說執政黨 在國家安全這方面 真的要找專家來做 而不是找那些打嘴炮的 紙上作業的 增加一年 增加一年增加不了戰力 你要從訓練開始 從場地開始 從武器裝備開始 從教官 從整體規劃開始 講兵役延長 幹什麼 所以 共用家應該記得 我第一時間 我是反對成家 延長疫情的 我說四個月夠了 我說四個月就夠了 精實訓練 落實訓練 增加射擊時數 四個月夠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四個月 如果要訓練一個 合格的步槍 比方說 那我們打仗 不能只有步槍兵 這些志願意義的士兵 才是高科技 一般的義務役士兵 就是會使用步槍 最簡單的武器 對他們來講 什麼攻擊 防御 迂回 什麼包圍 沒有 他們都是步槍射擊 所以國防的事情 對於基層的士兵 太簡單 要抗中保台 做好射擊 做好運動 做好聯繫 就夠了 可是國防部的反應 就是一個 我已經增加意期了 增加意期 受到多少反感 我跟你講 這次抗中保台 為什麼大家覺得 你只是喊口號 因為沒有具體的規劃 而與作為 只有一個增加意期 真的掉了很多票 造成極大的反效果 對 藍軍大勝宣告 國民黨走出 2020年大選 敗選的陰霾 但隨之而來的就是 總統選舉 黨內的初選 茶壺內風暴 好像也展開了 現在傳出 藍營各路人馬 為了防止黨主席 朱立倫 夾勝選 所以提早卡位 2024的提名 所以早就在醞釀 房租 包括所謂的 侯友宜的本土派人馬 還有這個戰鬥欄的趙少康 已經私下在商討對策 仙橋名譽 真的有所謂的 房租聯盟 已經成形了嗎 你看這幾天 這個國民黨大勝之後呢 像什麼卓柏遠 第一槍就先開了 這個侯郭配 那羅淑雷 他要出來選這個立委 他也大喊了 這個侯盧配 哇 都是侯友宜 跟盧秀燕配 要不然跟郭台銘配 大家都已經 就似乎沒有聽到 朱立倫的名字 所以就是現在 就是有傳出說 什麼房租聯盟 引然成形 甚至今天 這個還有周刊講說 什麼包括趙少康啊 然後還有包括 這個侯友宜的人馬 就已經私下在串聯 就說要防止 朱立倫來出現 那事實上呢 這個防止朱立倫出現 這個也是起來有資 因為看到上一次 上一次國民黨 不是也是吳敦義 率領國民黨 整個大勝嗎 當時這個 大家都說 吳敦義 就開始在籌劃 包括什麼總統大選 他自己要出來選 就設計一套的機制 那時候機制 真的吵得滿天風雨 一下子為了要賭這個誰 然後就把這個郭台銘 又榮譽黨員贏回來 要賭那個韓國瑜嘛 然後要賭誰賭誰 然後來搞到自己 搞到自己很慘 然後這個國民黨 也是整個很慘 所以呢 這一次 其實以現在來看 國民黨現在大概 四個人是最有希望的 包括朱立倫 侯友宜 然後韓國瑜 跟趙少康 那事實上 我簡短的分析 就說以韓國瑜 來講的話 國民黨的人認為說 其實他的這個時代 風潮已經過去了 雖然說 趙少康跟韓國瑜 這次在選後 馬上就發文 就說 比如韓國瑜講說 他自己要 服選多少億元 命中率很高 那趙少康也說 自己的這個戰鬥欄 這個命中率 高達八成以上 就每個人開始 自己講說 自己服選的命中率 有多高 那問題是說 韓國瑜的韓流 你可以從這一次 我必須很不客氣的講 他確實是整個消退了 你包括 就一個黨內的政治明星 像什麼這個 蔣萬安 侯友宜 盧秀燕 基本上 那種能上的 都不會找他來站台 那大部分找他站台的 都只剩下一些議員 不然就他的本命區 柯志恩 還有一個 不會上的林根人 那所以你就是 韓國瑜 確實他還是未來 會像王金平 或是像馬英九 這樣子的勢力 還是會鞏固 他還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韓國瑜認為 他有32位 他服選30位 選上 對 命中率超高 八成以上 但是事實上 這時候要來算帳 要來表公就對了 對啊 就說我服選 站台一下 就選上 這件都是議員層級 那我剛剛講了 就是說這些黨內明星 就沒有人要跟你 靠在一起 所以韓流 確實是示威 這是不可 就是不爭的事實 那再來就是說 趙紹康 黨內有人認為 因為趙紹康 是最早表態的 他是 就是現在表態 就是他要選 跟柯文哲一樣 趙紹康最大的問題 他確實也是吸仇恨值 他就是說 你在這個戰鬥欄 深藍 他是共主 沒有錯 問題是說 你就是吸仇恨值 你總統大選 你必須還是有一部分 很大部分是中立的選民 你當中立的選民 根本就把他被你嚇跑了 所以趙紹康你頂桌 只能鞏固深藍這一塊 你對整個總統大選 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還是沒有辦法 搞不好他覺得自己 還是很有力量的 對啊 這次選這麼好 對不對 他第一個表態的 而且他又有媒體 對不對 那就是 我認為說 他是選擇一個合作 加盟 比較有可能 那再來最後就是講 那個朱立倫跟侯友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一直講 侯友最大的問題 絕對是在國民黨內 他不是會在大選 他必須要過國民黨 初選這一關 因為他之前公投啊 他不管是之前什麼 罷免公投 就跟國民黨切割的很遠 所以很多國民黨 我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就說主要是侯友宜 他不會出來投他 因為他會覺得 你是藍皮綠骨 沒有人會把他 覺得說他真的是正統藍 尤其公投的時候 他一下子這個切割 那個切割 所以侯友宜 真正的問題 是在國民黨內 那不要忘記 他還有一個 做好做滿的問題嘛 但事實上 我這些藍營的朋友 早就幫他解套好了啦 都說 哎呀 他做了八年的副市長 就做了四年市長 跟韓國瑜不一樣 你知道這些藍營的朋友 都迫不及待 都已經 我只要一開始講說 他沒有做好做完 他馬上接著話題 就會說 哦沒有啊 人家他侯友 已經做了八年 再加四年 已經十二年 跟韓國瑜不一樣 是這樣子嗎 才剛選上耶 三個月後 你說去選總統 對對對 所以我就說 藍營的朋友 已經想好了 幫他已經解套 這都已經想好了 都講好了 那現在 最可憐的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 這次確實選得不錯嘛 我認為說 他確實還有這個 講說東山在籍的決心 但是我認為 他就是要記著 不要去重蹈 吳敦義這種 精心算計的復撤 不然他的這個 負面的能量 會再增加 的確 當然是不是幫侯 由於找好理由 那個都已經是 比較後面的問題了 現在藍軍 是不是要開始 爭強來證號 包括我們說朱立倫 你說趙少康 韓國瑜等等 現在開始在算账 我跟你講我都有戰功 所以是不是 勢必一場 所謂的爭強要開始了 對 因為泛藍陣 有朱侯 趙藍 外加這個柯文哲跟郭台銘 講講好像在講 春秋戰國時代感覺 朱侯趙藍 趙韓 那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侯友宜 我覺得侯友宜要選總統的話 他有三個關卡要過 那這三個關卡 目前過了兩個 因為是前庭 那是後院 第三個叫做藍陸朱 藍陸朱是朱立倫的朱 前庭是什麼 他要確保 這是有選贏 而且要贏得多 這沒有問題 那後院指的是什麼呢 後院指的是說 他的議長席次 要國民黨 蔣君皇要拿下來 為什麼 如果他決定要 跨足新北市的時候 他的後院不能失火 就是議會這邊不能失火 議會這邊失火 會不斷的各種 背一個跟特別專案報告 譬如說那時候韓國瑜 跨出高雄市的時候 黃捷直去韓國瑜 一個白眼 是不是就爆紅 那要確保議會是穩定的 那目前來說 看整個新北市的席次 前庭後院都沒有問題 就是跨出去這個藍陸朱 藍陸朱一定會卡 那藍陸朱會去卡他的話 狀況是什麼呢 因為目前朱立倫這個信心爆棚嘛 對不對 信心爆棚覺得說自己是一定可以這個帶領國民黨啦 你看2022年我帶領國民黨 22年大勝 各種運籌微物啊 小諸葛啊對不對 那2022年就該換我這個教練下場了 他大概是這個味道啦 可是問題是喔 這個朱立倫會不會重蹈吳敦義的覆轍 大家都在觀察 因為其實啊 2022年真的算朱立倫戰功 其實只有桃園而已 對不對 只有桃園而已 其他都不能算朱立倫戰功 甚至朱立倫曾經說過 他的條件是多少次黨主席 他自己選黨主席的時候是不是說六度過半 然後縣市要幾席 16 16對不對 國民黨今天幾席 13 13 喔 國民黨新竹沒拿到 是民眾黨拿的跟你國民黨沒關係 苗栗沒拿到是周東錦拿的跟你沒關係 還掉一個 金門 楊政武掉 還有澎湖 對啊還有澎湖 所以這都跟你出列沒有關係 所以你硬要去講喔 你也拜託欸 那個畫面我都有 16席要路過半 所以藍營的人還真的蠻嚴格的 不是你自己嚇的啊 這網路叫Vlog嘛 你自己嚇的這個Vlog嘛 而且你又錄影純正 那這是一塊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去叫朱立倫下台 也沒什麼道理 畢竟選得不錯 可是問題是喔 我要談的是個大氛圍 藍營的群眾會覺得是朱立倫神機妙算 所以導致國民黨大贏 還是是這個氛圍是來自於大家的努力 我覺得是後者 那蠔友宜比朱立倫跟優勢是什麼 我110幾萬票就擺在這邊嘛 你趙趙康跟韓國人搬家加九 那邊算出我服選多少人 你比這種戰勾喔 我坦白講 蠔友宜是死打死的 好那最後 那假設國民黨的候選出來後 他會面臨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兩岸論述 第二個重建美日關係 因為在這次地方選舉喔 地方選舉他是沒有去談總統職權的 兩岸國防外交是總統職權 所以你去談什麼抗中保台啊 黑熊學院啊 烏克蘭啊 對於地方選舉的影響相對低 我舉例來說 盧秀英兩手一攤嘛 拜託我選上台中市長 我也不能賣台啊 我只能賣台中市啊 然後侯友宜也是兩手一攤啊 好好做事情啊 我不用真的處理這些事嘛 可是你選上總統 兩岸國防外交是你的職責 那總統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他面臨第一件事情是 你如何提出一個兩岸論述 台灣人民可以接受 黨內深藍支持者也能接受 這是高高難度 我到現在想不到 第二件事情是重做美日關係嘛 現在美日關係很明顯是跟民進黨 是比較信任的嘛 你如何重做美日關係 你美日關係重做 你國際關係就重做 這就是你民進黨 國民黨也要去思考這件事 所以關關難過 能不能關關過 我不敢保證 可是只是說 至少2022年的選舉落幕 2024年大戰已經開始 對的確 于將軍 我們看外界在看這個藍營 每次的總統大選 光是初選就鬧得滿城風雨 所以這個就是國民黨的老劍桃 這個老劍桃 會不會又再重演 其實大家很會把近年2022 跟當時2018的吳敦義在比 其實吳敦義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他當時2018 雖然說寒流起讓他贏了 其實吳敦義功不可沒 他後面的運籌帷幄 還有整體的一些協商功不可沒 問題算哪裡 不敢說 我們當時在吳敦義身邊 我說包主席 就直接宣布你要選總統 就直接宣布嘛 不燙不燙 對 為什麼不宣布呢 他希望大家重心拱月 把他拱出來 這國民黨傳統嗎 對 就不是我自己做我要選的 對不對 是李正浩也叫我選 于北辰也叫我選 黃金平也叫我選 所以我才選的 我很ㄍㄧㄧㄥ的你知道嗎 不是這樣 時代變了 叫做千萬人無往矣 我就是要選啊 我就是拼啊 那行不行 大家民意決定嘛 他就不敢說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拱久了以後 甚至還有人去拱他被罵你知道嗎 在某個場合某個那個餐會裡面 他講吳敦義選總統 最後那個人說你們在講什麼 不要亂講啊 破壞團結 公立怎麼被罵了呢 所以後來他都不敢說了 就不敢講了 等到大家都不講的時候 他心中又覺得冷漠了你知道嗎 表現不錯吧 對不對 總不講 講了被你罵誰敢講 所以朱立倫 如果你真的要選 我真的 我真的奉勸一位 這不要重走吳敦義的後路 不要走他後面 步上他的後塵 勇敢的說 對我就要選 怎樣 你看我這一次桃園操盤這麼漂亮 桃園張三鎮 從放到桃園去被大家罵 然後你看我跟呂毅玲談好了 也跟邱玉森那邊協商好了 也跟羅志祥協商好 最後桃園大團結贏了 你就勇敢的說要嘛 很多國民黨員 你真的 你要 你要把這種 這個性格啊 對 這就是要忠心孔月嘛 不是這種性格啊 對 那朱立倫 你精算 不要精算到這種程度 要就要 我告訴你 都已經活到六十歲了 一翻兩瞪眼了 就差這一把了啦 我跟你講 在這時候你再退縮 你說沒有啦 等於我們都不講 我們不要講什麼機制 你選黨主席 不是要當總統 你選黨主席幹什麼 又花錢又被罵 對不對 那時候初選的時候 被罵到臭頭 你知道嗎 自己的故鄉桃園 他不敢回來 他到了巴德 偷偷摸摸回去 看一下他爸爸就走了 你受這麼大的委屈 不就是為了選總統 就撩洛起啊 就跟他講 那如果說覺得侯友宜好 那大家來PK嘛 大家公平競爭嘛 所以國民黨永遠 是把那個茶壺關起來 裡面鬥得亂七八糟 茶壺看得好好的 除非這個茶壺被撞破 才知道裡面在吵架 可是那個茶壺又超級硬 永遠撞不破 裡面在吵架 人撞得頭破血流 出來之後打開門 你怎麼流血了 沒有 剛才不小心摔跤 不是這樣 勇敢的說 因為朱立倫 很清楚侯友宜想要 我跟你講這一次 在應該是11月19號吧 國民黨在桃園 那個大肇事 那非常成功 人很多 陶桃 這個北北基陶族 好像都來了 聯合造勢 我很仔細聽裡面 每一個縣市長候選上去講話 我告訴你 唯一相同的 就是在最後結尾前 五分鐘左右 全部要罵民進黨 那要看誰的KPI有到達 你知道罵得夠兇 就表示他的夠堅強 唯一罵得最不兇的是誰 侯友宜 而且侯友宜 是這麼多人裡面 唯一講到 我們要拿起武器 保衛台灣的人 為國家而戰 唯一 唯一 這個很明顯有在鋪纜 對 因為侯友宜以前 不管是國民黨搞四大公投 歲月靜好 問你說 你支持誰當總統 做好市長 做好做滿 做好市長 怎麼這次突然間 要拿起武器 保衛中華民國 要保捍衛台灣 大家不要退縮 我當時 我當時聽了兩遍 聽不到 是不是別人講錯了 還是那個麥克風 我被人動了手腳 沒錯 就是他講的 因為他有在那邊 唯一唯一 我就知道是他沒有錯 就是他講的 那表示什麼 侯友宜 跟以前的侯友宜不一樣 他有底氣 而且他在新北市的得票數 超過朱立倫連任的時候 朱立倫當時2014連任的時候 那個叫做產勝 那叫產勝 那為什麼叫他當黨主席 因為其他的全丟 只剩一個新北 朱立倫留下來 所以叫他當黨主席 他是兩萬多票 贏了新北 侯友宜說 我是你的徒弟 沒錯 很多人都說 侯友宜是被朱立倫提拔 對於侯友宜講 不是的 是你需要我幫你做事 所以你才找我來的 你當桃園縣縣長 我是桃園縣警察局局長 幫你做了多少事啊 你當新北市市長 你風光 我當副市長 去幫你處理八仙城報 我幫你處理多少事 不代表侯友宜都是朱立倫的下屬 現在有可能要反超了 現在我已經超越你了 我清出於藍 勝於藍 你只贏兩萬多 我可是贏45萬票 所以他有底氣 當然有本事來挑戰 況且他又在新北市 待了這麼久 誰敢說他是空降 所以我覺得 只要說服了黨內 我覺得侯友宜跟朱立倫 這兩個人 你找出個最強的 兩個都表態了 而且侯友宜在當選敢言 提了七次的中華民國 少見 非常少見 已經早有鋪成 但是就國民黨黨內 顯然要有一番爭抢了 不只這樣 所有當選的候選人 在致詞的時候 只有侯友宜用台語感謝 用台語 這就表示他已經心裡很篤定了